哈喽,大家欢迎回到喜阿瓦斯的现场,我是主持人Dexin 那我们今天呢,要来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呢 我们先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我们的主轴 根据Google搜寻趋势显示 在2021年全球搜寻自我肯定的次数创下新高 那接着除此之外呢 如何保持心理健康也位列搜寻的高峰 不过值得探索的是 紧随其后搜寻水逆的次数在年中攀升 那搜寻巅峰分别落在2021年的1月、5月以及6月 那么在面临挫折或者是不顺的时候 是否将一切归咎在水逆相对比较过得去 我想不尽然 其需面对的主题 问题仍需追溯回自我肯定上 而要怎么肯定先那么栽 那今天呢,除了有我在线上 跟各位一起分享这个主题之外 还有邀请到两位 像是在社会打滚多年 经验非常多 那我们用比较稀松平常的话来讲 就是他们吃过的盐比我吃过的还要多这样子 那首先要来邀请的就是我们中山大学的教务长林薄桥教务长 掌声欢迎 我自己拍 大家好,我是林薄桥 对,那除了一些学术上面的成就之外 我在打仿纲,在打脚本的时候 我有稍微就是做一些甜调 然后再问看看说就是同人们对于教务长有什么特别的个性 或者是有没有什么地雷需要我特别注意 那我集结大家的就是回馈 就是我可以用一句话 就是他们大家分享的是极智慧与幽默且温暖 却又不是中央空调的暖男 不过这部分我今天会来替各位验证一下 究竟是不是鹅船呢 我们会来稍微求证一下 掌声欢迎我们的博桥教务长 欢迎您 那接下来呢 是一位就是我在搜寻他的 或者是在做他的科普 一些他的经历之外 我个人对这个老师是非常有兴趣 可能因为我们学习的专业是有连结的 那这个老师呢 他也是在国外有学习相关艺术的 无论是西洋艺术或者是建筑史 或者是城市文化方面 简单来说就是致力在艺术与学习 并且和在地产生连结的一位老师 掌声欢迎我们的西湾学院 西湾沙龙的召集人赵可卿老师 哈喽大家好 我是可卿 两位老师好 那首先嘛因为在 我之前在念大学的时候 我不知道两位老师 我看起来应该有像 看起来像几岁吗 看起来有啦 有研究生的感觉 那有觉得我是应届生的感觉吗 还是 就是应届生的感觉 哦真的吗 不是啦我觉得不是 我觉得一定是有 我觉得有出去外面历练过 对了对了可卿老师的 是对可能 没有啊现在我想人太好了啦 他可能怕我听起来太老 这么难的这个参加 哎呦你不能这样子啊 我们就算真实的一面嘛 喜欢被说自己很有那个理念 对对对对 对对对 那approach不一样 哎呦没关系啦 我现在就会很想要被说很年轻 硬介对 阶段不一样了 对对对对 我就是之前在念大学的时候 就是先边的一些老师 或是长辈 他们都会跟我分享说 觉得大学就是一个小型社会的感觉 那如果我们把范围再缩得更精确一点 就是我们的受众族群 是18岁到23岁之间的话 这个年龄层的的人 就是一直在积极英的 在更换自己的地位的同时 在找到自己之前求的认同好像更为重要 这是我放眼望去所见的 就是我想先问 就是我刚刚用学生的角度 就是找问题 找自己的这个问题性 那我现在想邀请就是 教务长就是您现在的这个身份 这个角度来放眼望去的话 就18岁到23岁这样 你看起来同学们在找自己这件事情 到底定位也没有什么 遇到什么困难 或者是你有什么建议这样 好 刚刚听到达星在问我这个问题 就是说同学 或者是说现在在搜寻上面 很多在讨论自我肯定 是 就是说讨论到 又马上紧接着在搜寻随密 这样子的这个现象 我想这很多都是在 像你讲 在找寻自己的这个定位的这个问题 我也开始考自己 这个当时候我在念大学的时候 我有没有在找寻自己的自我定位 我后来想一想 我觉得我应该是一个自我感觉 一直都很良好的一个人 一直都觉得说 哇这个 我可能就是人家讲的这个人生胜利 听不下去了 很好意思这样子 就是我好像没有应该这样讲 就是我从来没有去想过定位这件事情 我自己一直在想的事情是说 我对自己有什么梦想 我这倒不是说高话 我倒是真的在想这件事情 从我进到我从高中 我那时候还是考联考的时代 我从联考开始 我就很确定我自己想走化学这条路 是是是 所以我几乎就是一直把我的资源都填在化学 我也知道我自己将来想走学术的这条路 所以我也没有发疑过这件事情过 所以我也一路就受到大家的眷顾 然后就一直在这条路上在成长 是 那我想现在好多的这个问题就来自于对自己的很多的怀疑 或者是很多的这个不晓得自己未来有可能落在什么地方 我觉得这好事情啊 这总比我们当年对自己的想象很狭隘是来的好的 我觉得现在同学对我自己观察啦 目前我的学生或者是我的同事年轻的同事 我觉得我很感动一点是说 大家对于多元文化的这个接受 那对于多元文化这件事情的关注 这个大概是我们那个年代最难去想象的一件事情 我们大概只关心在自己 就像我刚刚讲的都是我感觉良好 因为我只关心我自己 未来我在这条路上我可以走得很顺利 我是不是可以达到自我的满足 那我也平心的都很少把我的眼神 或是把我的这个关注的目光放到别的 我生活周边的这些事情上 我自己也是回想过 如果让我重新回到二十几年前念大学的时候 我觉得我会花更多的时间在我身边的朋友 还有他们正在经历的事情 他们正在经历的这个生活上面 那我想但是不会再有二十年重新来这个机会 所以我还是很欣赏在过去的二十年来我所得到的一切 我觉得我还是在 就像我讲的我觉得我还在一个自我感觉很良好的这条路上面 我还是觉得我还在追求我想要的东西上面 所以我觉得这还是每个每个人不同的这一个生活的这个经历 那我其实是认为我所观察到现在的这个同学 其实他们大家所关注的这个问题 更接近生活 更接近这个 可能更接近大家可能可以去共同去讨论一个社会需要的东西 这个我觉得是很难得的 这个不是 这个是需要很长远的社会的这个眼镜 那我觉得也不要去怀疑说为什么大家在追寻定论这件事情是好的或是不好 没有好跟不好 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现在的趋势选择变多了 所以大家不太清楚说自己到底是适合什么 但他可能他每个都想尝试 他在每一个定位都想要有所成就的时候 他其实是会有点迷路的 因为他不知道说这到底适不适合自己 可是他不确定他到底要找谁询问 所以他只能透过上网搜寻的方式去看看 去做一些问卷啊 做一些测验 这个定位到底是不是适合自己的 所以其实在高中升大学的时候 可能就要做一些什么性向测验啊 就是你到底是适合哪一个学群 我觉得这个是以前 以前的话可能网络没有那么发达 跟网络社交媒体没有这么迅速的时候 是用这种方式 只是现在大家把这种模式 移转到网络上面了 我觉得是这个样子 再加上可能会不会这是一种 可能大家都在讲的文明病 文明病 就是大家在自我肯定的这个路上 是不是有一点 他可能想要鱼跟熊掌 他都想尖的 他想要在每一个族群 他都想要成为 他能够掌握到完整度很高的阶段 那接下来的话 我想问看看可欣老师就是 因为我自己在 我其实刚来就是中山大学 其实半年多快一年而已 但是因为可能因为加入了加发中心 所以他们会跟我做很多 有关于西湾学院的一些交流啊 或者是一些书面上面的就是分享这样 因为西湾学院成立的宗旨就是在于斜杠这件事情 他们希望就是同学不一定要只发展一个面向 那有些同学可能就会找到 西湾学院好像是中山大学的一个找定位的方式 那想问看看可欣老师 会不会在您在西湾学院待的这些日子里面 有没有遇到学生有跟你提出类似的问题 或者是你过去的在求学的时候 有没有遇到朋友跟你分享过 就是关于找定位类似的事情呢 好那先谢谢达星 就是刚刚有稍微简介一下 西湾学院那西湾学院可能大家听名字 会不知道是什么 那实际上这个学院 它主要是希望可以鼓励学生 就是去探索然后去实践 然后去跨进行跨越的研究 那在这样子的一个方向之下 你可以看出其实我们强调是一个方法 而不是某一个特定的学科 所以不管你是来自哪一个学系 不管你对什么样领域有兴趣 你都可以尽情的在大学 这样子的一个小型的社会里面 进行你的第一次的一个探索 而且是在一个比较安全的环境之下 那我会提到这个比较安全的环境 是因为我觉得刚才提到的就是这个定位 寻找定位的这个问题 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大家都很怕失败 那尤其是在统计上就发现说 亚洲的学生是非常非常害怕失败的 不管是考试的失败 还是你在你可能在人际上面失败 或者是在各种的情况之下 你希望自己是不会犯错的 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求好心切 但是也是一个会阻碍大家寻找自我的一个现况 那因为我觉得你想要探索自我的话 不可能永远不遇到失败 不遇到挫折 所以其实要探索自我的第一点 我觉得是你要有这个勇气去做 你真正想要做的事情 而且你要有勇气不要去失败 那我觉得这点很难 那也会因为去尝试 然后有错误之后 你会发现那这条路走不通 那你是不是得要换另外一条路 那有些人可能就觉得说 我不行这样子 我不能浪费我的时间 我大学只有四年 或是我人生这么短 其他的人已经考上台青交的研究所了 我怎么可以还在尝试错误 就是大家会有这个很急迫的焦虑 但是就我一个过来人的经验 就是跟大家分享 就是已经过去很久 所以就可以讲没有关系了 就是我就是 我自己其实从在小学到高中 也一直都是资优班一直这样上来 然后就是像我去念熊女也是 就是数理资优推荐 我怎么听得很生气啊 没有就是好像也 就是在求学上 念书上不会太大困难 然后我用数理资优进去熊女之后 我就发现我其实对数学 没有什么这么大的兴趣 然后更大的原因是因为 我们进去数理资优班 全部都是来自其他学校顶尖经营 你就会发现 那个时候你的挫折感才知道说 你以前在你自己的国中是 好像比较优秀的这一群 但是到了一个新的环境之后 其实你根本是比不上人家的 所以我后来就是我数理资优进来 但是我后来就念了社会主 对然后我就换了一个领域 但是我也并不会觉得说 我之前可能花在数理科上面的这个时间 是一个浪费 对我觉得就是这样子 其实比较从长远的角度来看 我是希望可以跟同学讲说 就是你可能现在会觉得 可能遭受到一时的挫败 但是其实你长久看来 这每一个过程都会是你的一个 很特别的经历 别人是没有办法取代的 对所以像我现在可以就是说小说 就是念数学 准备老半天就坏了 去念个艺术史 对就是好像是很不相关的一个背景 然后对而且我大学其实也是念教育 所以其实我换了很多不同的领域 但是我其实一直都还蛮想要 就是都还蛮喜欢当老师 而且也是一直目标是当老师 所以我觉得不管是哪一个领域 最后这都是这些经验 可以让我达到我现在想要做到的 就是我现在可以在中探大学这边任教 我觉得就是一个 可能不是一时半刻可以累积起来的经验 就跟大家分享 OK谢谢可卿老师 我觉得两位老师分享的东西都很精准 那很精准的点就是 可以让大家知道说 不要太多的怀疑在自己身上 其实有些时候你就去走 无论是好还是换那都是你的一个收获 我觉得可是因为现在的 我觉得年轻人比较难有这个换个角度思考 他们就会觉得为什么我这个没有成功 为什么我这个地方没有办法做到位 他们会陷入这个循环里面 我觉得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领悟 有不同的方式有不同的收获 那我觉得大家在找自己的这个方式 可能年轻一辈的族群现在会 可能会从社交方面下手 就是我要怎么在很多的选择 比如说就做大学来讲好了 社团这件事情 就是一个很多元的选择 可是那他到底要怎么选 很多很多人是他一进来的时候 可能新生训练的时候 他跟他旁边这个朋友比较交好 那他旁边他可能想说他要去篮球社好了 可是他不见得是喜欢篮球的 但他如果现在他不选择篮球之后 他是不是就会失去这个朋友 就是他没有办法在一进来的时候 有一个人可以跟他分享这个生活 他的不舒服感没有一个投射的对象 很有可能是因为现在的状态啦 就是大家都会选择不是自己所选 他就是因为想要在社交 先建立一个好的方式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社群媒体新兴的一个现象 就大家会很在意社交成不成功 把自己的兴趣选到位 那我今天选择的这个兴趣 是不是大家接受度高的这件事 就是我之前在就是看一本书 他就有说到就是一个一个人 如果被排挤到主流之外 那如果今天他要重回主流的话 那他必须要抛弃自己的价值观 就是这个人他其实不喜欢篮球 可是他要装得他喜欢篮球 他才能加入到这个主流上面 他就是要寻找主流的同盟 他才不会不至于被抛弃或是放逐 可是这就意味着他要主动抛弃 原本他所建立起来的那些兴趣 他喜欢的事情 而且还有与他并肩的那些边缘群体 然后转向对他们的剥削 这样他才能得到主流的认可跟支持 所以我觉得这是 我不知道两位老师 如果听到现在这个现象的话 你们有有什么感触吗 或者是有没有想到说 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子啊 你们真的是不知足 还是什么之类的 我们请教务长跟我们分享一下 这个问题很大 我刚才想这个问题 就是说我回想到自己 在念书的时候社团 我一直在想自己主流 或是非主流这件事情 要怎么去做这个选择 那我这样子一想一想自己之后 我就发现我应该是一个 具有主流性格 但是一直在做非主流事情的一个人 就是说我的个性上面 是可以跟一个大群体的人 有很好的相处的 可是我所选择路往往都是 不是大群体会一起走的这条路 那我有没有尝试着 要跟大家一起走在同一条路上 然后让这个连结很持续强化 我想答案是应该是没有的 但是我也没有让自己 会时不时的回到这个主流当中 让大家冲击一下 我想是有的 就是说既然您刚刚有提到 你的兴趣嘛 或者说你个人的现象 等等的 我觉得那就是你个人的事情 我不觉得 我觉得这就是回到最原始的这个 最原来的这个定位问题 我喜欢什么 或是我对什么有兴趣 或者是我可能对什么有兴趣 对我来讲 我在加入学校行政团队 这个一年多的时间这样子 就是在这位置上一年多的时间 我其实很期待是在学校的这一个 环境当中 无论是我们在 教务或者是任何学习相关的 这个环境建立之下 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这件事情 是提供给同学们 更多的可能性 而不是告诉同学说 哪一条路是好的 我没有这个能力 我都没有这个能力 告诉我的孩子 哪一条路是好的 为什么有这个能力 告诉同学哪一条路是好的 我甚至都不晓得 我自己哪一条路 往哪个方向走 研究以后才会更成功 诺贝勒 我凭什么告诉同学说 你该往哪条方向去走 但是我们确实有这个责任 让同学知道说 他除了A选项 还有B还有C 那我们的责任 也应该让同学知道说 你选了A 选了B 选了C之后 我们还可以给你 什么样的支持 更重要的事情是说 我们可以怎么样告诉你 去做后面的验证 是 我想每一个人 在同一条路上走 都是不同的 未来都不同的发展 嗯 没错 我觉得这样 对我来讲这个很重要 所以我自己觉得 之所以值得我花时间 在这件事情上面 很重要的原因是 我们提供了这么多的 多元的可能性之后 只要有同学 他在这么多可能性中 挑到了几个 他认为他有可能 发展的方向 然后他也真的去尝试了 他不用成功 为什么要成功 你最后走路不见得 会在你大学之后 就奠定最好的基础 人生好几十年 为什么在这么早的 二十几年就把自己决定 未来要做什么事情 我觉得这个意义不大 我觉得这个 应该是要让自己 再多多尝试 几种更多的 这个可能性 嗯 那确实我在 自己整个成长的 这个过程当中 我的社团 基本上我一开始 加进大学的时候 确实也加入 两三个不同的社团 男球社 不是 我是桌球社 不是桌球队 桌球队 我的成长很 不主流啊 桌球 桌球没有人会在旁边 没有女生会在旁边 哎呦 原来这才是重点啊 对 我这样想 应该就说 它不是一个 非常非常主流的运动 但是 因为我从小 我可能从 我小就是练球的 我是一路 一路是球队上来的 OK 对 所以我一直 当然中间就没有了 就是念书的阶段都没有 但是我一见到大学 就马上就进入校队了 然后也就在 很简单 为什么留在校队 没有选择 比如说 三地服务啊 或是选择其他的 这个社团 更主流的社团 也很简单 因为 我觉得被肯定嘛 嗯 我自己想想是这样子的 我在那边被肯定了 没错 然后我也觉得 我找到我自己 可以发挥的地方 是 所以我想 第一个关键点都是在 大家都希望能够在一个团区当中被肯定 没错 那被肯定的这一个过程当中 事实上就是会产生很多 大家都会开始迷 应该讲说会开始迷失 或是迷惘说 我这样子做是不是 正确 就是说 我这样做 然后如果今天出现 像出现另外一个同学 比我更 打得更好 或者是他的成绩更好 那当然是我失去我的优势了 嗯 可是我发现我这个几年的过程下来 我觉得我一开始是因为被肯定 但是后来是因为我喜欢这个运动 这个运动带给我很多的朋友 是 带给我很多的 这个不同的可能性 到不同地方去比赛啦 到不同地方去刺激啊 等等的 甚至我 我结婚也是因为球队 所以我想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 对啊 所以我就说这是一个自然而然 对啊 是一个自然而然 但是也因为这样 我事实上我也失去 应该讲说 我跟我的戏上 也就连结没那么深 是 这是另外一块 因为每个人都有选择嘛 所以大学最好就是这一块啦 你可以做各式各样的尝试 是 你会找到你最喜欢的一条路 嗯 所以我觉得大学就是 尽量不要限制同学 也尽量不要限制你的 可能的发展 那我们都不尝试要限制同学的 同学何必要限制自己呢 你应该要 再多去尝试看看 各种可能性 我如果觉得说 我往这个 无论是往 运动类型的社团 我往服务类型的社团上面 我都得到肯定 而且我也觉得这是我 未来可能是我人生中一条很大 不见得我要靠这个 这个 微生嘛 是 但是它可能是我人生中一条很重要的一个 我的想象当中一条很重要的一条路径 我希望能够长期维持它 那也是很好的一件事情 嗯 所以我觉得 我比较少去 我比较不建议同学说 为了要迎合这个 应该讲说 没有必要去迎合你的好朋友 因为他在某个社团 然后我就必须要 也要跟着这个社团走 嗯 我反而觉得是说 如果大家在不同的领域当中 那这样子 介绍讯息会更不一样 是 那大家 不就有更 你的视野 你做一 你玩一项 我玩一项 结合起来之后 你的视野变得更宽广了 对啊 我觉得这比较好的事情 我觉得 不要太怀疑自己的选择 也不用去勉强自己 不要委屈自己了 对对对对 我觉得整个 学习的过程中都要 某种程度要以自己的 你真的感兴趣的 然后多方尝试 嗯 去做这个选择 了解 谢谢 谢谢教长 那我们接下来邀请 可欣老师 我们分享一下 就是在过去 就是我上次我刚刚提到 社团啊 社交的这部分 是是是 其实我在思考一个问题 就是 其实就是在大学里面 你要找到自我定位 很重要一个就是 可能都一样 就是在求学过程中 一个就是你的学业表现嘛 是 这个是你在师长面前 他们会怎么定义你的 那另外一个就是 你的同学会怎么定义你 那你跟同学的定义 其实很大一部分的话 就是课堂以外 这个社交的这个时间 那我觉得就会 就会分两种 像我觉得就是 我自己就是在 大学的时候 我就觉得我就是念 我的书就好 然后我都 就是社团 这些东西 我都就是做 我自己想做的 我不会管主流在做什么 是 因为我觉得 我已经很follow 就是在上课的时候 主流该叫我做的事情 我已经做了 像什么 就是就是该上课就上课啊 就是什么 就是我觉得我还 算是一个标 就是就是一个很 模范生 就是大 好啦就是我不敢这样讲 但是我觉得 我尽量不要做 太多出格的事情 但是我觉得 我从高中转到大学之后 就很想要有 可以展现自己的声音的机会 那既然你在课堂上 不可能 因为你要毕业嘛 你不可能 真的做什么奇怪的事情 所以就是我的社团 或是我的个人生活 我就会非常非常 非常的希望 可以跟别人不同 是 对 所以我就会做 只有我自己一个人 会做的事情 然后参加的社团 也都不是很大众的 但是我觉得 就是就是所谓的大众的社团 其实也不代表 它一定是 适合的 它一定是 对啊 适合你自己的 所以我自己后来就 我们有自从 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 我们就是 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我觉得那样子很棒 而且那个 其实我们毕业之后 一直都还有联络 所以就是 大家兴趣都一样 所以 电动只要一代一代继续出 我们就会 继续一代一代约着继续打 所以你的社团 是跟这有关的社团 对 那真的很特别 跟你的气质好像不太 不太类似 但是 但是真的 我就是那时候过很开心 就是反正就是 就是大家就 约约就线上一起去 就是 对 打电动啊 然后就是 对 就是刷布本什么的 对 开始有一些专业的术语出现了 对 就是说我觉得 我觉得这可能 说不上是主流 你可能称不上 就是说我去社团 所以我可以说 我代表的校队 桌球校队去哪里表战 但是我自己觉得还蛮开心的 就是 就是有一群自己的好朋友 就是 有自己的 就是你会有 还是会有那种认同感 我还是觉得这个蛮重要的 就是 你真的有兴趣的东西 你找到跟你志同道合的人 我觉得那样子的感觉是很棒的 嗯 真的 谢谢可卿老师 因为 像我在高中的时候 就是可能会参加社团啊 或者是 就是 比较偏向 就是 很常会跟训育组长 有接下的 接触的活动 那一类的这样 所以就会跟 班上的同学 其实分得蛮清楚的 就可能同学在校庆的时候 有什么装扮进场啊 或者是有什么舞会的时候 我通常都不会加入 可是我都是 在那个时候 我都是跟社团的人在一起 可是说真的 就是 到现在 我们还有在联络的 就是那些社团的人 那 我也有 试探着问过 就是我们 就是高中同班的同学 那他们 现在还有在联络的 其实 寥寥无几 对 那 也不是说 我们不跟他接触 就是觉得他们 不适合 还是怎么样 也没有要讲的这么绝对 只是 是说真的 就是 社团这个东西 似乎是有别于 班级群体 更能 让你自己找到 你到底是适合 什么样子的人 以及 这群人 跟你的频率 很有可能是 可以达到一个平衡的 因为 会选择这个社团 就代表说 你们出发点 就是已经有 共同的兴趣了 所以你们会 加入在一起 可是同班 那就是因为 你们被分发进来 然后用电脑 这样去选择 所以你们会被 分配到同一个班 就是这个样子了 所以我认为 像中山大学的 很多元的 面向的发展 像是西湾学院 就有提供 很多不同的方式 让同学可以了解 你到底自己适合什么 并不是说 你今天就要抛弃 抛弃这些以外的东西 也不是说 你加入了 加入了社团之后 就要完全丢弃 学术方面 你选择这个科系的课业 不是的 我们是要共同并存 只是 在这之外 所以我认为 就是像 就中山大学来讲 好了 我们有一直提及 并不是说 我们有业配什么 西湾学院什么 可是真的 就是 我自己看起来 就是我加入 半年到一年 这样 我认为这里的资源 是同学们 值得来挖掘的 其实学校 可以带给你的资源 就是你 真的是超乎你想象的 因为他们 就像刚刚教委长在讲的 学校就是提供给你 很多的选择 我们不会替你做决定 可是我们会提供 给你很多选择 那这些选择 就是你要自己去发掘 我们没有办法 通知到每一个人说 我们今天有什么什么选择 今天有什么什么 推波出现了 因为我很长一段时间 就是我在做 就是表演艺术的东西的时候 我会认为说 就是我之前在台北读书 然后后来回来高雄 我回来的原因就是 我想要发展 就是跟在地有关的东西 可是初期 我都会觉得说 是不是高雄的文化发展 真的有这么少吗 那这些选择 都是要你自己去发现的 它都一直存在的 因为他们会依照 就是在上位者 他们会依照现在的趋势 去开发更多的选择 那这些选择就是要 你需要的人 你要自己去发现的 并不是说 我们要一直提醒你 就一直要在后面鞭策着你说 哦 我们今天有这个选择 今天有这个选择 对 那我们回到 我们的主轴来谈的话 就是现在的同学 在找这件事情 你们到底是值不值得 或者是你们想不想要去找 跟你们愿不愿意去找 这个举动是你们 有没有办法 有意识的去做这件事情 那我们如果说 真的找不到 那就是另当别论 那如果是你自己 只是纯粹爱抱怨的话 觉得说 哦 为什么我都交不到朋友啊 为什么我现在兴趣很难找啊 其实很多的时候啦 我们讲就是写零零的就是 就只是你不愿意而已 就是我们今天已经 就是把所有的选择 都丢出来给你了 那你自己不愿意选择的话 那其实最终你要怪的人 不是这个社会 是你要怪你自己 不愿意踏出去做选择 这件事情 嗯 那 其实 就刚刚提到的就是 兴趣啊 或者是社团啊 或者是多元发展的话 还有一个就是 我觉得蛮有意思的 就是关于容错率 这件事情 小器 gh 镇 镇 chiar Dr Chi 工 镇 镇 镇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